有小凯想看蓝色系混泥 那就把我泥架子中所有的蓝色都拿出来混了吧 第一个 妃婆甲的 忘了叫啥啦 再来一个小叮当 第三个是蛋蛋家的 云豆豆 这个是贫兮兮的 这个就厉害了 还是原子家的 这一大瓶泥也是超好玩 莉莉大魔王 这两个蓝色都是假水 今天就不和你们了 叮当球 这个繁星魔镜也是蓝色的 差点忘了这个M家的火山蓝梅 它应该也是蓝色的 老规矩 丁家祖传大连牌 我决定先来一个不画的打个底 有一丢丢尾容 一丢丢连手 但是不太影响玩 哇 它的韧性现在怎么这么强了呀 我记得之前玩的时候是没有这么用的 再来一个超大瓶的 还好还好 只是有一点尾容 但是能挖得出来 哎呀我的天 笑了笑了 最后一个面不要了 叮叮叮的这个应该没画 嗯手感不错 这个颜色也是有点奶油 嗯味道也很香 再来两个富盆的泥 哇都是没画 但是为啥这么黏河呢呀 好多的揪不下来 嗯这个观感不错哦 这一个已经干成这样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挖得出来了 哦 no 超级的硬 天啊算了 这个就不回进去了 一丢大魔王 哦天 年少了 出来吧 再来一个小叮当 虽然画了 但是它的颜色好正呀 模型繁镜 变色龙泥 有一点微容和黏手 哇哦 这个颜色也好好看 这盒云豆豆已经画到不行了 感觉已经成胶水了 叮当球也差不多 还有一盒火山蓝莓 这个我还没玩过 哎我的天 这啥呀 哎 怎么是这个颜色啊 天呀 这个颜色太臭了吧 明天没有绿色 但是我很怕加了这个颜色以后 嗯 不过这个蓝莓味还挺香的 先带上鲜泥水 才刚开始混合 我已经有预感 这个泥要毁了 并不是它有多化 而是刚刚最后一盒泥的颜色 嗯 好吧 真的被我猜对了 不过手感还是挺好的 已经都是手工泥 好啦 下集想看什么颜色 再给你提高所啦 拜拜